优秀的杨诚意问你一个字 看你记不记得 老师请说 左边是永远的永 右边是日光的日 怎么念 场 场是不是 好 有一个小朋友就叫小场 好不好 好 小场的妈妈 小场的妈妈 好比是曾可惜了 小场的妈妈呢 突然接了通电话 对方就哭得很惨 说妈 妈 我是那个小永啊 我被打了 快来救我啊 曾可惜如果在家 接了这样的电话 你怎么办 如果是以前 我会很慌 可是现在 我可能还会再等一下了 是不是 嗯 等一下 为什么呢 你现在骗子那么多 你知道吗 这个小场的妈怎么回答吗 她根本就是很镇定 说不要慌 不要慌 没关系 我知道 你的名字 第二个字念场 不念勇 乖 带图下了 就把电话赶快挂掉 你知道 这就显示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呃 两位有没有去过 海南岛 没有 海口 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都会中心 那个地方呢 大概有人叫做 岛屿型的香格里拉 四季如夏 没什么冬天的 也有说跟台湾的气候差不了太多 那我就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台风 他们说 有啊 在2014年的时候 两个大台风 把他们吓得要命 因为很少 这样 我突然在这次那个 我们不是前一阵子 你记得 那个利奇马来的时候 那个墙台来的时候 虽然没下什么雨啊 我突然就看 我的手机上 砰 微信就出现一个什么画面呢 那个画面 你想想看 那个画面是一个在海南岛的一个女生 在那个大台风之下呢 他右手拿着雨伞 左手就拿着手机 然后在干嘛 杨真寅在这干嘛 他在直播 他在直播这个情况呢 他就非常惊慌的 就是你看那个伞都撑不住了嘛 他就惊慌了 大叫 爸 爸你看到没有 这里刮台风啊 吓得要命 你赶快给我打四千万 到我的户头来 因为他们说如果没有四千万 台风天没有四千万不要出门 郑恒熙你懂他的意思吗 我不懂哎 没有四千万不能出门 为什么 妈妈 台风天没事 千万不要出门 你看 这就是 这个年轻人多反应多快啊 对不对 其实说 其实说 没事 千万别出门 你如果打斗点 打错 就变成台风天 没四千万 不要出门 那还得了吗 哎呀 我们就要赶快来进一首 好听的歌曲 缓冲一下情绪吧 我们阿美族的朋友 自称就是 我就是阿美族 No.1的 所以叫做 绑刚扎阿洛的歌声 仁卡 鞭啦 雖 谢谢观看